台股止跌关键看这里 钢铁侠飞 新钢智联涨平 世新KY 高档卖出赚钱入贷 台股大盘大跌 接下来机会看谁呢 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与您分享 股市1.0 我是许玉玲 加入1.0 跟我就能赢 今天是3月7号 礼拜一有 但是今天大盘是呈现了一个 大跌重挫的走势 很多人都问我 1.0台股后续该怎么办 因为今天大盘跌破了年限 而且大盘大跌了557点 收在17178点 后续的行情台股的止跌关键 要如何来看呢 好 首先呢 我先来告诉我们所有的 李宁家族的家人 尤其在盘中的时候 当你最恐慌最害怕的时候 你是我们的李宁家族的家人 你会很安心会很放心 因为1.0很用心 因为我在盘中的时候 我已经把整体的大盘的走势 透过讯息传递给我们所有 李宁家族的家人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大盘呢跌破了年限 最主要是法人外资的城市交易的停损卖压 在这里出楼 那大家要知道哦 法人外资的停损卖压 它会设立一条非常重要的一个线 那在今天呢 大盘跌破了年限的关卡 法人外资的城市交易的停损卖压 也随着这条件的跌破 而形成了一个呢 好股 坏股同样的来 去做一个杀跌的动作 而我们回想一下 在上周四的时候 当大盘大涨了158点的时候 1.04在做什么 我是站在卖方 站在赚钱的一方 我们把分批一些股票 把赚的钱放在口袋当中 而今天的大盘呢 中错了500点以上 为什么 因为国际面 尤其美股的一个下跌 好 说到美股的一个下跌 我先来跟我们所有的 李宁家族的家人来分享一下好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美股 来 今天的大盘 这是今天大盘的走势 那我们来去想一下 后续台股的一个止跌关键是 第一个我们要看国际面 尤其是我们看一下美股 稻穷 以稻穷的一个指数呢 因为目前的美股期货盘 还是呈现下跌 但是我认为在这个位阶不必悲观 为什么 因为这一根 这一根是什么 2月24号的这一根 带有下影线的 单垂打桩的这一根红K 它绝对不会是一般散户所为 绝对是大户大资金所为 所以我认为呢 美股来到了这一根 线附近反而是一个机会 这个是稻穷 我们来看一下像是 纳斯达克 S&P500好 S&P500 S&P500呢 目前现阶段2月24号的 这一根红K的低点转折 也仍然有效 我们来看一下 比较弱势的像是纳斯达克指数 纳斯达克指数 纳斯达克指数呢 也是在2月24号的时候 形成了一个低档红K的转折 而目前在回撤的过程当中 这一根还是仍然有手 肺半指数 有没有发现到 这一波最弱势的肺半指数 在这里1.0认为 来到这里 我认为呢 在这里大家也不必要去杀低持股 但是在大跌的过程当中 你必须要去知道 什么样子的个股 弹上来 你要站在卖帮 什么样子的个股 再拉回来是你的机会 而目前我从国际面的一个走势而言 我认为尤其美股 以这一根2月24号的红K 它有一个转折 它会是一个多头的一个支撑 多头的一个抵抗 那再来呢 好必须要特别来跟我们 所有的李宁家族的家人 来去做一个分享 因为台股要能够止跌的关键是 刚刚我给大家看了一下美股 我认为美股2月24号 会有一个多方的支撑 再来很多人都会问我台积电1.0怎么看 我相信呢你是1.0的贴杆粉丝 这一路以来台积电 我没有跟大家讲600块钱以下 闭着眼睛你就可以买 我没有这样讲这种话 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说过 台积电是一家好的公司 它也是我们台股的护国神山 但是你认为好的公司就不会跌吗 错 好的公司它会因为外资的卖超 会因为台币的贬值 而形成外资的提款机 我相信呢一路以来1.0都是这样子告诉你的 而今天的台积电跌到了575块钱 你问我接下来台积电怎么去看 来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台积电2330 台积电的一个走势呢 今天形成了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 因为台积电的这样子的一个呢下跌 也导致了很多的电子股 无论是好的坏的 今天很多的电子股都是跌的 迷迷茂茂 跌得很严重 我相信你手中如果有电子股的投资朋友 你今天星期一定不是很好受 为什么 你看到今天台积电这样子跌 但是我也特别跟大家讲 我们在投资的过程里面 第一个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第一个你是做短线还是做长线 为什么要问 因为台积电我认为短线 还要在等外资的一个动作 还要再成台币的一个动向 因为现阶段台币在贬值 我给大家看一下 台币是不是在贬值 你可以发现到这个是在贬值 当台币在贬值的过程当中 台积电就会成为外资的提款机 所以我上个礼拜 我就已经公开告诉我们 所有的投资朋友了 我说当台币贬值的时候 台积电它会形成外资的提款机 所以今天台积电又在破了 不是说台积电不好 而是在现阶段的过程当中 它会成为外资的提款机 但是如果你愿意 你愿意把台积电的持股的时间 拉的比较长一点的话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我上次有说 它的下源大概是在580 今天盘中也来到了 最低来到了575块钱 那我们可以看到 前波的低点在这里 前波的低点在这里 那我帮大家看一下 前波的低点大概是在565左右 也就是说如果外资又把台积电 来去做一个卖出的动作的话 台积电来到了565块以下附近 它会是一个酝酿长线的机会 而这个长线的机会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你至少要报一年以上 如果你没有报一年以上的 这样子的持股学心 那我也建议你 你不要投资台积电好不好 所以目前现阶段台积电就看 外资的动向跟台币的一个动向而已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因为我今天呢 特别帮大家整理一下 如何去看懂台股止跌的关键 所以呢第三个 我们会去看一下今天收完盘之后 八大观股行库 它到底是不是站在买超的一方 因为上个礼拜五呢 大盘是跌了197点 八大观股行库是买了92.83亿元 那今天如果大盘跌了500多点 那八大观股行库 又持续的来去做一个大买的动作的话 它有利于台股 在呢年限下方 来去做一个跌升反弹的动作 再加上这一波的投信 它已经连23买了 我跟大家讲 这一波我真的非常看好 投信买进的股票 因为这个叫做 第一季的作涨行情 所以有人会问1.0说 那内资跟外资 谁的力量比较大 当然我的选股一定会以 内资投信的力量为主 那这一波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 融资 融资一路没有减肥 无论是上礼拜大盘再反弹也搞 或者是大盘再拉回来的过程 在下跌的过程而言 融资都在做一个逆势上涨的过程 那我希望老实说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看到融资的筹码 我希望我下节目之后 看到融资余额能够快速减肥 如果融资余额能够快速减肥 它也有利于接下来的台股的行情 在短线而言形成了一个筹码 沉淀的一个动向 筹码一旦沉淀 就有机会让台股形成了一个 站上站回年限的关卡 因为现阶段今天大盘算是失守了 一条非常重要的年限 年限也代表一年以来的平均成本线 什么时供能够站上年限 它是一个价格的观察 当然如果在价格站上年限的时供 它又出现了一个跳空 有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 这是非常好的K线形态 要不然就是一个长红K 要不然就是一个单垂打桩 留了一个比较长的美人腿 也就是收了一个比较长的下影线 甚至明天在低开的过程当中 迅速的有买盘来去做低接 形成了一个多头贯穿的走势 都有利于台股在短线而言 出现了止跌止吻的关键 所以我刚刚特别针对了六点 国际行情 台积电 政府动向 投信的一个筹码以及融资 以及在价格 还有K线的一个幅度 来跟大家讲 接下来我们如何去观察台股止跌的关键 好 那当然1.0一定要特别来跟大家讲 因为今天3月7号礼拜一 在今天的行情 大盘大跌的576点的环境当中 你首当其中要先去检视一下 你手中的个股 那为什么要检视手中的个股 因为在接下来大盘 如果真的出现了跌升反弹 它并不是所有的股票 弹上来都是机会 反而有些股票弹上来 你要站在减码的那一方 所以在大盘大跌的过程当中 1.0愿意伸出双手来帮助大家 那我也还是请我们所有00家族的家人 一定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在投资的路上 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 就像我刚刚问大家 我们操作台积电 我们一定要知道是 如果你在这个位间 你想要投资台积电 绝对是波段长线的操作 如果你是短线要做台积电的人 老实说先不要来 因为受到了外资的卖压 台币的贬值的情况之下 台积电会形成外资的提款机 那如果你是用价值投资的角度去看 那我认为是可以投资 但是如果你用短线价差的角度去看台积电 那就不合适了 所以我常会说 其实每一个环境 都有每一个环境的操作思路 如果你不晓得在大跌的过程当中 要如何去拟定 接下来反败为胜的计划 1.0下方的Light Act 也就是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欢迎大家添加 或者是你今天大跌的时候 你心情真的很不好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操作的话 我的赚钱专线 25110777 25110777 也欢迎大家拨通 好 那我们来回想一下 我相信全市场应该只有1.0 在上周四 大盘大涨158点的时候 我告诉你一点高盘 空手的人不要追 大涨158点 我在做什么 我在做赚钱入带的动作 我有没有这么说 我有没有这么做 请你看 VCR 一点高盘开高不能追 一点高盘在开高大涨158点的时候 也就是站上季线跟月线之上的时候 我是把我部分的股票 赚钱放在口袋当中 刚刚的VCR 大家看得很清楚 我在上周四 大盘大涨 来到了季线月线之上的时候 我站在哪一方 我站在赚钱的一方 而且我也公开的把我的操作 熟食的 一五一十的 呈现给我们所有的家人 很多的投资朋友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 今天的大盘会跌得这么重 这个我没有办法预期到 但是在上个礼拜大涨的过程当中 我的确是站在卖方 把赚的钱放在口袋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一点高盘 空手不追 在大涨的过程当中 把高位的持股分批的 赚钱放在口袋 这个是不是你要的操作 当你看到了今天很多的股票 形成的拉回来的过程 你会回想一下 你去想一下 如果有老师在上个礼拜 当股价拉升的过程当中 带着你站在卖方的时候 带着你先把钱 放在口袋当中的时候 你会避开今天下跌的走势 我上礼拜卖了什么 我除了卖了台胜科之外 我也卖了智元 我也卖了创伪 今天的智元 今天的创伪都还是跌下来的 那为什么我要卖 因为我知道 不是所有的股票 你都只能一直拿 你都只能一直报 很多的股票 八成以上的股票 你要懂得什么 你要懂得高出低进 所以我在上周 当台胜科大涨的时候 我把赚的钱放在口袋当中 我除了卖了台胜科之外 这一档标的是新K1 我在上个礼拜四 当它连三天大涨的时候 我站在哪一边 我站在调节赚钱路贷的动作 而我有沒有这么做 我有沒有这么说 请你看VCR 更重要的是 世新K1 世新K1今天连续性的上涨 连三天的一个上涨 趁着拉伸的时候 来到前高压力附近的时候 我做什么动作 我站在卖房 而且我也说到做到 带领我们所有的家人 把赚的钱放在口袋当中 今天的世新K1打到了谍听板 当你看到了VCR 世新K1我在高档的时候 来看一下 我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 当它连续性的上涨的过程 来到了前波的压力区 我告诉我们的李宁家族的家人 我说这一档世新K1 我大涨卖出赚钱放在口袋当中 那你去回想一下 如果1.0在上周四我没有卖掉的话 今天你就吃了一根跌停板 所以我常会说 会买会卖操作才能够不间断 会买会卖的操作 是不是现阶段很多人做不到 但是1.0做得到的呢 所以我也特别的来跟我们所有的 好朋友们说 今天一定会有很多的老师跟你讲 大跌不要去杀低持股 但是你就要去回想一下 在上个礼拜 在大涨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先把钱放在口袋当中 等到你有钱之够 当大盘出现了直跌 直稳的讯号的时候 你才有钱 接下来才来低息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高出 这个叫做低进 而全市场谁能够做得到 我相信你已经看了一清二楚 我相信你的眼睛是雪亮的 那然而呢1.0要特别公开的 告诉我们所有领银家族的家人 银家看得懂现在的行情 而且做得出对的动作 但是呢书家常常看不懂 现阶段的行情到底是会涨还是会跌 所以动作就乱做 所以如果你跟着1.0 你跟在1.0的旁边 1.0会用我的方法 我的方法叫做玲珑123的操盘法 我的方法用基本面选出好股票 用技术面帮大家找寻到买点以及卖点 什么样子的股票 高档我会带领我们领银家族的家人 在高档先赚钱入带 先把钱放在口袋当中 等到低档的石购出现了直温 止跌的讯号的时候 出现了转折起涨的讯号的时候 我会带领我们领银家族的家人 来去封地买进 所以这个样子的操作 是不是你要的操作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 现阶段如何做出正确的决定 有人会问1.0说 现阶段外资今天应该会大卖 没错 因为今天台币又是贬值 而且算是贬值的幅度还蛮大的 但是1.0还是要特别跟大家讲 目前现阶段我还是看好内资的力量 内资的力量大于外资的力量 外资的一个筹码会被内资接走 甚至接下来在3月份的过程当中 台股的防护网会在财报的基本面 所以我才会说在大跌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去检视你手中的持股 因为接下来是年报要公布了 好 坏股会差别非常大 也就是说接下来如果行情出现了 止跌止稳的关键 好股会开始酝酿出接下来的机会 但是不好的股票谈完之后还会再跌 所以接下来什么样子是资金的避风港 1.0在之前也告诉过大家 二高一低 时势造英雄 也就是说高殖利率高获利低基金 就如同什么 就如同我上周我就公开的告诉大家 当二乌的情势升高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到 伦敦旅的期货旅旅创新高 芝加哥的小麦期货 改写了28年的新高 然后通膨概念股 原物料的概念股 会因为这样子的影响性之下 资金的买盘会涌入 我上周是不是有公开告诉大家 智联 我用日K线周K线的一个角度 来跟大家讲 日线看短线 周线看中线 三户喜欢看日线 但是大户喜欢看中线 而从周线的角度而言 新刚的这一支股票 它叫做什么 它叫做的是跳空上涨 而且受惠到铝根涅的国际报价的 一个上涨之下 这一档标的 它会是一个资金的机会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新刚 公上涨停板 这个不是今天新刚涨停板 1.0才告诉大家 而是在新刚还没上涨之前 1.0是不是就公开的 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 我从周K线的级别来告诉你看中线 所以今天的新刚公上涨停板 我之前还特别跟大家讲 智联的这一档标的 在通膨的升温 原物料的一个受惠加持之下 智联去年的获利是创下新高 现金殖利率可以来到了5%以上 在周K线级别的角度而言 又拉出了一根中长口 你可以发现到今天的智联 2024的智联 公上涨停板 这个叫做资金的避风港 这个叫做二高一低的一个概念股 所以我也特别的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 其实1.0都把行情都把股票规划在前面 甚至像华欣里面的这一支股票 它也是一个空棚相关的概念股 再加上铝价的一个报价的一个上扬 然后在去年的三大事业体呈现了一个下增量涨的一个走势之外 那最后净利是逐步的再创新高 所以今天的一个华欣也是形成了一个 缓步攻坚上涨的手势 甚至像是中侯 中侯我相信你是李宁家族的家人 你会很清楚 因为在第一档的时候 我已经事先的来帮大家找寻到这一档标的了 而这一档标的为什么今天形成了一个买盘的进铸 都是在之前1.0就已经帮大家掌握到这样子的盘面的一个现象 好 那很多投资朋友都会告诉1.0说 但是今天大盘大跌 今天大盘重挫 我手中的股票我也套牢 那你要去想 从去年到今年 我常会跟大家讲今年虎年 你必须要跟两个东西共存 一个叫做疫情 一个叫做利空 但是投资朋友常常在这一波行情里面赚不到钱的最主要的原因在哪里 最主要的原因是选错股票 选到不对的股票 然后如果真的选到对的股票 你的买点也不对 然后买了之后你不晓得怎么卖 形成了一个资金被卡住 而且呢 股票被套牢的一个困境 好 那我也特别来跟大家讲 今天有些股票应该要站在卖房 我还是要站在我的这个良心的一个建议 因为今天可能会有很多老师跟你讲到这一档标的 但是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 我看到这一档标的2359 来我们来看一下 来你一定要先判断 这档标的在今天上涨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很多老师在跟你分析它的好 但是我认为今天它是卖点 为什么 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以所罗门的K线形态的角度 来所罗门的K线形态 今天叫做什么 今天叫做过高报大量 过高报大量在这里形成的一个换手的现象 老师说来到这个位阶 空手的人千万不要追 但是短线持有的人 我会建议先站在卖房 因为呢 在这种股本比较小的情况之下 来外资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进行调节 所以今天的所罗门 我认为是卖点不是买点 所以我常会跟大家讲 很多的股票你一定要分得出来 什么是要站在卖方 什么是要站在买方 那如果你真的分辨不出来的投资朋友们 下方的like at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欢迎大家添加 因为我知道今天一定是你最无助的时候 但是一点你愿意伸出双手 来帮助我们所有的领明家族的家人 那就如同这一档的第一桶 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桶 来第一桶 今天的第一桶呢 形成了一个冲高回落的 墓碑上影线 这个墓碑上影线呢 其实跟上个礼拜五的长龙的 开线形态非常像 而这一根墓碑线又爆出了大量 我认为短线而言 已经有人是站在买方 所以如果你是持有第一桶的好朋友 第一桶的一个投资朋友们 52.6块钱是你的多方防守价 就如同2603的长龙 我在上周我们特别公开告诉大家 这一根也叫做墓碑线 墓碑线的低点159不能够被跌破 不能够被失守 而且今天一开盘形成的一个呢 开低震荡走低 然后而且失守了物质均线 所以短线而言长龙集团会在这里整理 但是呢上周 我有没有在我的Light 8上面 跟大家讲到长龙钢 长龙钢的这一档股票呢 在上个礼拜的3月2号的时候 我说这个位阶它是卖点 而且这个位阶不能追高之外 短线而言要站在卖方 结果呢长龙钢跌下来了 但是长龙钢来注意一下啊 长龙钢目前现阶段回到了什么 回到了20日均线的附近 来到了季线的附近 如果形成了一个缩量凹动量的石垢 它反而是酝酿另一个短线的机会 甚至2607的荣运好 荣运呢什么时候还会做过高 来注意一下量 什么时候量能够比呢 2月24号的量还要多 甚至跟它这一天差不多 微量试问是东风再起的关键 那今天呢因为很多的标的 像长龙集团的长龙航 长龙航今天呢也失守了 也失守了月线的一个走势 但是我把长龙航 缩小一点来给大家看一下 你没有发现到 这个位阶刚刚搞 打到了什么 打到了前一波的颈线位置 既然打到了颈线的位置 来在季线附近 它会酝酿出另外一个好的机会出现 所以我常会跟大家讲 你如何去掌握到 接下来的个股买点跟卖点的走势 你如何掌握住好股的一个机会 那1.0呢也特别来跟大家讲 在目前大盘大跌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方向 什么方向 记忆体 你可以发现到美光 这个是美光的走势 美光它形成了一个下跌 但是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这一根它叫做转折红K 它已经又回到了前一波的起涨位阶 那来到这个起涨位阶 它也代表着接下来 当美光形成了一个跌升反弹的时候 它也会带动到什么 它也会带动到部分的记忆体的个股 形成了一个转折的力道 目前的电子股形成了一个资金的抽出 但是我认为如果呢你现阶段 用波段的角度来看电子股的话 它会是一个波段的机会 无论是记忆体也搞 或者是电动车的方向 或者是呢像是上游的细晶圆 还有什么 还有高速传输 都是接下来未来产业利基点 会往上的一个力道 大家要特别关注到的一个焦点 好 那我也特别来 跟我们所有的邻灵家族的家人 说一声谢谢 因为你们的支持 因为你们的爱护 因为你们的信任 让1.0在这一波台股市场 有风有雨的市场 1.0陪同大家一起过 就像我们邻灵家族的这一位邻小姐 她呢 她的一个情况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因为她跟着1.0买进了星星 买进了智源 买进了创为 都分批的赚钱入贷之够 接下来1.0会有什么样子的动作 1.0接下来 我会去挑好股票DC的动向 那我如何去挑 我利用玲珑123的操盘法 掌握住好股的三大面向 从基本面挑到好股票 从技术面挑到 接下来要进场的好买点 所以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接下来我会以 投信索码的股票为主 而且接下来有大户加持的动向 在接下来第一时机 出现的好买点的时候 我会带你进场 我会带着我们 邻灵家族的家人 坐在轿上 等着别人帮我们抬轿 那如果你有任何操作上面的问题 如果你今天在大跌的过程当中 你有任何持股上面的一个调整 欢迎你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欢迎大家添加 或者是你想要跟上 接下来1.0的一个操作列支 好股票第一时机的好买点 带你坐在好股的轿上 如果你也想要跟上1.0盘中的操作 25110777 25110777 欢迎大家来播通 那最后1.0盘 预祝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的投资操作 顺利赚那钱 我们明天见 投资1.0 我是徐玲 加入1.0 跟我就能赢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否则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